网友留言 小胡子 我打算买人生第一台车 预算只有10万 看了马自达昂格赛拉和大众宝来 请问这俩车该如何选择 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更好开 身边的人建议我选择宝来 以上就是这位网友的一个留言 这么说吧 这位网友 昂格赛拉能不能买 先一会儿再说 但是宝来我是不建议买的 首先他全系都是骑挡的干式双离合 过了质保就会出问题 估计4万公里之后吧 也许你们都知道 他这个病人像怕高温 怕冻错是吧 但是他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啥呢 里面的积电单元模块容易坏 几乎这个毛病 已经成了这个干式双离合的一个通病了 大众这个干式双离合的一个通病了 厂家给你拿捏的死死的 一过了质保超过4万公里 几乎就是不想了就得换 差不多少 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少了 维修一下换一下吧 小两W啊 以内吧 如果你找一个大师姐的认识关系不错的哥们 也得几千个W 相信四分前很多用过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 这个干式的都深受其害吧 包括高尔夫也在那 这两款车子 你开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而马自达安格塞拉要比宝莱强太多了 发动机呢 倒是没有多大问题 如今的1.2T 1.4T 1.5T 动力带路完全都过用 而且2.2是新款的宝莱全部改为加92号球了 以前都是加95的 2.23款之前 发动机应该不会产生爆震了 不然他不敢改 那我们再说马自达安格塞拉 10万可以买到2.0升一个治安吸气了 虽然动力不如沃沦之下起步那么有快处 有一点点的小小推步感 但是20升的安格塞拉也绝对够用的 1.5都不建议买 这款发动机后期的小毛病会很少很少 要小于大众的一个发动机 而且稳能性是特别好的 要更加耐用 最主要的是马自达的6AT变速箱 要比干四双离合好太多太多了 这么说吧 这款变速箱 虽然名气不如爱信流域梯 但是使用起来 上脑镜党换的逻辑 要超越了爱信流域梯 你更不是什么双离合CBT能比的 包括14的也不好使 就是后面的空间略小一些 不经常买点没事 而且发动机的声音略大一些 是因为啥呢 它的发动机达到了一个 正常是14比1的压述比 到我们国内有的原因 它改为13比1的压述比 压述比高 它发动机的声音大 再加上冷气动 它给3N吹化去加热 它声音频大 热后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它跟发动机质量 不掺和问题 知道吗 质量是非常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你不要认为发动机声音大就不好 它马上的发动机 创始来的科技 没有任何问题 你就放心使用吧 开个几十万公里没事 所以三大件远远超过了这个宝莱 那么再说底盘 它俩都是前麦夫逊 后面是扭力梁的非独力巡价 你爬车底下比一比 你去看 宝莱的家门的扭力梁 还好德系调教的比较好一些 扎扎感比较好的 但是用料太单薄了 你再看看昂格赛拉的 它又出又壮 后面扭力梁 它不是国内的 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一个叠形仿生扭力梁 全价 紧致感更好 开起来的时候 两台车 特别是快速转弯的时候 昂格赛拉操控性更好 车身更随性更好 侧轻更小 安定性更高 无论四级大部分 还跑高路上头 都游刃有余 要比保来强太多了 所以说质量款式 你必须选昂格赛拉 你不会后悔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